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东周网鬼灵精贵的频道 我是主持人阿威 今天我们请到香港演员 歌手 金刚师傅 为什么叫师傅呢 因为他也是佛教遗识中的书行人 还有是气功的师傅 金刚师傅 你好 大家好 先分享一些亲身的灵异经历 可以说是从我很小时开始 最初对灵界的事是一知半解 我记得我以前很小时住在长沙环警察宿舍 当时的警察宿舍里面有很多灵异的事 包括当时的电梯很多时都会坏 突然间关闭了灯 停了电梯 关闭了灯 后来一段时间又会变回 照常运行 是 是 那时住的地方 也曾经试过 好几次 叫俗清被鬼扎 是 情况是怎么样 当时 当时很小时 赶着上学 想起床 是有种力压着你 真的听到旁边有些声音 听不清就说什么 那种难感就是所谓的 是 类似的 是 也曾经那时我们住警察宿舍 有一个楼梯 是一幅墙 看不到另一边墙 有没有人 那边坏了灯 也没有人肯定去换 如果每一层有一盏灯 如果坏了 大家两边住户 大家一人换一次 有时有些坏了不肯换 大家斗不换 那整一层都黑了 可以这么说 很多人认为 这样是偏向罪音 罪故 容易罪音 试过两次在我住的那条楼梯 都见过一些东西被你吓到 是这样吗 那时候我住四楼 有一次就上学 我急急地下到三楼 三楼一向是没有灯 看到有一团发光的物体 看不清楚是什么 很快就闪闪了 其中一个住户的门 是一门的 我当时都觉得很好奇 很奇怪 回到学校又跟同学说 后来上课又问老师 老师也解释不了 不是的 这些东西可能是你自己看错的 有没有阳光 有一次就上去八楼 因为那条楼梯是直通八楼 上到八楼才有一个很大的 叫做所有单位共通的层数 明白明白 现在就叫防火层那些 类似 类似 未到八楼上到六楼 以后都不敢走樓梯直上八楼 因为那时候宁愿走到地上 再乘搭升级上八楼 这样 上八楼是为何去玩的 因为我们当时是上天台玩的 最高是十二楼 明白 在那些旧的屋邨和旧的地方都有很多这些东西 甚至以前读过那间小学 是哪间的 都是叫长山洋警察学校 现在还没有 拆掉了 那不要紧 照说 当时听闻 有一个校工 在三楼梯清洁 扇脚掉下来 就搞定了 这么害怕 有些女生都说在那边看到一些声音 接着在学校时 已经有老师严禁一些人去三楼梯 直接不让人开 那时候是很明显的 我们试试过我们一群同学 去女厨探险都够胆 让老师知道 责备到飞气 你有没有见过什么 没有 可能人多胆壮 所以在自己的童年里 都见过一些很古怪的 也不是真的见到什么 而是一些很特别的情况 可能是罩眼见到的 甚至是 那时候我们睡的那些床 那些铁床 就是一块块木板 我试试在床里玩 突然间听到 自己的床 那些木板 会逐一会儿的声音 越来越近 看不到是干净的 好像有人坐在一起 对 所以御事者 剛才我提到被鬼殺 說了其他事情 都回到被鬼殺 隨著年紀大了之後 成長歷程都試過不少一次 都是被鬼殺 經常都被鬼殺 一年可能有一至兩次 都算多了 但後來自己常想 如何有辦法爭脫家屬 自己嘗試 在腦裏出了一個思維 嘗試做這個動作 看看行不行 就是把氣 聚在小福康中心 現在稱為斑田 然後把氣 滾上來 呼 原來呼 咬得出來 它就沒有了 這是哪個教來的 這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試機想出來 這樣也可以的 那是否成功呢 成功的 試過多次 但曾經試過一次 這次是壓得很重要的 呼不住 這樣就 但也能發出聲音 即是你被壓住了 你就不能起身 唯有這樣 身體左右就這樣 即是打漆這樣擺 如果擺放的方法 再呼就行了 那又成功了 是的 這是一個經歷 好 謝謝